正所谓政坛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句话完全体现在 伊尼最新的内阁名单上 星期天才宣誓就任的总统左柯威 拉拢当初的竞选对手普拉伯沃 加入内阁担任国防部长 一位这名退役将军 一直被指示98年排华暴动的幕后黑手 左柯威的任命掀起巨大争议 左柯威完成宣誓礼后 两天之内就广发英雄帖 召见各阵营的部长候选人 38名阁员今天齐齐亮相 而内阁名单最受瞩目的 莫过于两度在总统选举中 败给左柯威的普拉伯沃 将出任防长 这名将军曾在岳父苏哈托的 独裁专政期间涉及排华暴动 人权组织更因此警告 任命普拉伯沃将为国家带来黑暗日子 至于35岁的电照车公司 GoJack联合创办人纳迪姆 则出任教育和文化部部长 凸显了左柯威在发展技术经济的意向 左柯威领导的执政联盟 从五个政党膨胀到八个政党 在国会575系中占了九成之多 因此被媒体誉为超级肥胖的执政联盟 如今所谓海纳百川的格约名单 还在印尼政坛掀起巨大争议 再再考验着左柯威的眼光和能耐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